供水系统爆故障10 水泵是不转的 实际价里0.21兆帕 打开配电箱 然后电频器也是有故障的 有故障码 然后光线有点亮 OV1不是零啊 你看这说明书上写在有吗 OV1加速过压 输入电压异常 测量一下向前电压419V 然后这个418V 然后这两个是418V 电压有点高啊 我没记错的话 380V正负7%是正常的 就是最低电压353V 最高电压是406V 这个肯定是超浪 超浪人家报过压也正常啊 我现在是断电 然后再重启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不能正常工作的话 我也没招啊 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先用着吧 断电有一分钟了 现在开始送电 然后这个开关要打到自动 打到自动 它才能正常工作 看一下能不能正常工作 现在是没有工作的 没有工作 它是应该有个倒计时 你看五 一共到十啊 七八九 到十之后 它才能正常工作 好 现在开始工作了 电频器转起来了 左边的实际压力也在不断的上升 右边0.4兆帕 这是设定压力啊 左边是实际压力你看 在不断的往上升 交流接触器也该换了啊 你看这个声音的话哦 摇笔 然后捅着它它就不响了 上次过来的时候 应该是去年就有这种情况 我跟他们说要换 他们一直没换 系统工作是没问题啊 实际压力现在0.42 现在这个变频器已经降速 在降速中 关键这只是断电送电 搞定了这个收费 假如你的话应该收多少钱呢 收个一百块钱 上门费应该不过分吧 嗯